假設 水結冰了 水是H2O 那你也可以寫成H4O2 事實上是兩個H2O 對不對 一個金額裡頭 水結冰了 一個冰的結晶裡頭 它可以是 一個 對不對 也可以是兩個 對不對 也可以是六個 每一個都是兩個生出來 對不對 你懂這個就可以去賣小分子水了 有沒有 五百萬公司聽過人家講小分子水 泡茶很棒啊 對不對 學會這個就可以去騙人 對不對 也沒有騙人 這就是小分子水 對不對 那這樣子 形成一個金額 這樣的一個金額它就不是primitive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幾H2O 1 2 3 4 5 它有6H2O 對不對 這樣的一個sale 它就不是primitive 對不對 這樣才是 假設一個金額長成這個樣子的話 這才叫做一個primitive cell 對不對 一份化學石或是只有一個元素 所以呢 三斜精細呢 它只有primitive cell 它只有primitive cell 好 好 來看第二個 摩朗黑一個叫單斜 三斜 就是 什麼叫斜 不直嘛 不是垂直90度嘛 對不對 所以三斜這三個都不是90度嘛 三個歪歪扭扭的嘛 叫三型嘛 那單斜呢 這一邊是斜的嘛 對不對 這就很容易理解啦 所以你看阿卡貝塔剛好裡頭 它 這個 阿卡不是90度 當然你可以轉嘛 對不對 你可以說貝塔不是90度 或剛好不是90度 你們什麼寫都ok啦 但是 只可以有一隻腳是斜的 其他兩隻只要90度 對不對 所以單斜是 有兩腳90度 一腳不是90度 然後呢 一樣 那A不等於B不等於 其實三個一樣是不一樣長 所以它是斜斜外外沒有的啦 它三軸不一樣長 然後有兩個腳是90度 像不是 那這種單斜的晶體呢 它就可以有 經過對陣操作之後 它就會有兩種驚喜出現 在一隻臺的出現 哪兩種呢 當然Private一定有 對不對 最基礎的一些有樣子 還有一種呢 叫做Base Center Cell 就是這寫個C 什麼叫做C呢 這個代號用C 用A用B都可以 我來解釋一下 以這個例子來說 以這個例子來說 來 什麼叫做C 我把這個 拿掉 好 我把錯根了 這個這裡 大家仔細看這個Sale 這個Sale的特點在什麼地方 我只有上面的面跟下面的面的中心 有原子對不對 是不是只有上面跟下面的中心有原子 對不對 假設這個軸叫C軸的話 如果你的晶體四面東 加圖四幣 連幣都沒有 對不對 只有天花板跟地板 這種晶型 就叫做C cell 那你說 所以呢 我們說這個地板叫做Base 對不對 最基礎叫地板 Base 對不對 所以Base Center是什麼意思 就是某一個面 地板跟天花板有晶體 地板跟天花板有晶體 叫做C 沿著C方向 那你也可以說 我沿著A方向也有啊 我沿著晶體也可以是說 假設我現在轉個90度 對不對 左邊的牆 我家只有左邊的牆跟右邊的牆 我沒有天空我也沒有地板 對不對 我是超級Sale不在空中 對不對 可以吧 可以嘛 對不對 所以只有左邊跟右邊有 假設這個方向叫A方向的話 那這個Sale就像A Sale 所以同理可證 這叫B Sale嘛 對不對 沿著A軸的那個兩個面的中心 有原子的 這種面就稱之為G面嘛 Base就是基礎嘛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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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SH 對不對 只是你的基礎是A方向 B方向 C方向 都可以嘛 對不對 你的G面是A 或是B或是C 都OK 所以呢 單寫呢 有兩種 p就是 一個Sale 就全部都把光光 對不對 另外一個呢 等一下 這中間要拿掉啦 嚴格來看這個門都拿掉 是這樣子啦 這樣可以嗎 可以齁 就只有上下或是左右或是前後有原子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 他有什麼呢 Orthelombic 回到剛剛朋友問的題 什麼叫做Orthelombic Orthel是正交對不對 正交的靈念體 來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叫正交的靈念體 來我們先看看數學上 第一個正交一定要求什麼 每個都是90度嘛 阿打貝塔加碼都是90度對不對 這個沒有問題 他跟Cubic不一樣在什麼地方 ABC三頭不一樣長 什麼叫ABC三頭不一樣長 他是一個方塊 可是每邊都不一樣長對不對 例如什麼東西像這種形狀 知道嗎 面紙盒有沒有看過 面紙盒啊 面紙盒是三個方向都不一樣長 對不對 面紙盒就是這個形狀 就是Orthelombic 面紙盒 那Orthelombic它有幾種Sale P-Sale你知道對不對 C-Sale你也知道了 下一個Sale I-Sale I叫做什麼isotropic 什麼叫isotropic呢 我們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齁 好isotropic呢 你用的一個觀點是什麼樣子呢 找到那個洞 沒關係來插一個齁 因為有同學不太喜歡插這個保留的聲音齁 會不會起雞皮特大齁 好啦 就忍耐一下好不好 什麼叫isotropic 如果 忽略這些牙籤啦 忽略這些筷子 如果你是紅色中間這一顆的原子的話 你看isotropic就是各項等性 知道吧 isotropic 這個字叫做各項等性 如果你站在這一顆紅色原子上面 你上面有什麼去看 是不是都長得一模一樣 可以想像嗎 如果你是這顆紅色原子 你是不是往上看 我左看你往右看 都是一樣的 對不對 這叫isotropic 各項等性 所以isotropic 通常是什麼 你的金殼的正中間有一顆原子 而且你周圍的環境都長得一模一樣 這叫isotropic 通常這個就是對方 Ubic的領口的BCC 後面會講到 BCC就是i 通常就是i-sale 好 再下一個m-sale 什麼叫m-sale呢 這樣差比較多的了 盡量找那個已經有用過的洞 這樣才不會發出令人奇跡的一個大的聲音 對不對 來 來 來 這裡有 好啦 大家仔細看喔 我畫的這個樣子 是要什麼意思 你仔細看每個面的正中心是不是都有一顆 是不是每個面的正中心都有一顆 大家仔細看 仔細看 每個面的正中心是不是都有一顆 對不對 面的正中心這句話叫做face center face是面的意思 face是面的意思 所以face center face center 每個面的正中心都有一顆 叫做f-sale 所以f-sale跟c-sale不一樣 那樣在什麼地方 c只是在某個方向上的正中心有 對不對 f呢 是每個都有 i呢 只在全部正中心有 所以這幾個都變成這樣子 那鞋上機器的對比操作 告訴你說 他可以有四種sale 好再來 tetragal tetragal 換成正方機器 我們剛剛tetra是4 什麼叫做4呢 他指的4是什麼意思呢 他指的是 有一個 他的a跟b是相同的 等長喔 所以 這四根字都等長 對不對 tetra那個4的意思是什麼 是指這一個面 每一個邊都是一樣長的 他的4是這個意思 這樣了解嗎 tetra的那個4 所以這四個面都等長 但是這個不一樣長 然後呢 他a alpha面來幹嘛都是90度 他是夾角 每個晶軸的夾角都90度 所以他是一個 我們以前的說法叫長方形 對不對 其他這種長方形 這四個角形 這四個一樣長 但是這不一樣長 他每個都90度 對不對 是更長長的東西 對不對 那這裡頭呢 這個 教育部有辦法叫正方形器 那你寫長方形器 正方形器 理論上都是對 但是為了病人 很混淆 所以我們還是寫 挺穿的東西 好不好 好不好 因為像剛剛回答論啊 手上筆著 翻成斜方形器 又有人翻成正方形器 去查 有人翻成正方形器 那等一下我還有真的正方形器 來看下一個 這是正方形器 這是在立方形器 我自己都有點找不清楚了 對不對 所以請不要用中文 好不好 好 那我剛剛忘了講 所以鐵超多有兩種sale 一個p-sale 一個i-sale i-sale都沒有再說了嘛 對不對 他常常的正方形有一顆 p-sale呢 全部加起來只有一顆 好 那cubic cubic就是 ABC都一樣 限制越來越多 alpha 倍啊 剛剛都90度 所以他有三種sale p-sale 就全部的sale 加起來只有一顆點 正方形有一顆 每個變動有一顆 只要立方形器 cubic 好 這個 穿越好是什麼呢 簡單講 就是 A等於B等於C 其實就是這個例子啦 然後呢 alpha 跟beta 跟鋼蠻都一樣 但不是90度 為什麼會這樣子 簡單的就是把這個 啪啪啪拉長 對不對 所以大家同樣的角度會變一模一樣 但是就是不是90度 然後呢 但ABC又一樣長 對不對 你把這個晶體把它扭去 我現在不要扭去 你回去就毀了 對不對 但是你想想看 我左手跟右手如果硬拉 它會變成怎麼樣 變成長長的形狀 這種形狀 triken 所謂的 翻成菱形精細 好啦 那最後一個 黑鯊的 六方精細 那這兩種精細都只有p-sale 那什麼叫黑鯊呢 這就很容易理解 A就是b不等於c 就是它在面上看起來是六角形 面上看起來是六角形 但是呢 它堆疊的高度 如果你們以前還記得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學過 在地球科學吧 有一個什麼三五三這樣去疊的 好沒關係我們講到再說啦 就是黑鯊是長成這個樣子 A等於d不等於c 因為六角形一定是 看過蜂巢嘛 對不對 一定是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長的 對不對 那夾角呢 一定120度嘛 對不對 那另一個方向呢 另一個方向分兩個軸 多分加到90度 另一個軸的軸長 跟這兩個是不一樣長的 這種 叫做六方精細 它只有p-sale 好 所以你說要看123456789101112134 是不是十四種精細分在七種精細裡頭 對不對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你自己要記下來 英文要記下來 你們回答的時候 要用英文回答 你不要說老師我講的是正方精細 結果你以為正方精細是這一個 這個我不管喔 英文單字請一定要記下來 一定要記下來 因為以後我們會幫助你們 不管是看文章看Facebook 看這些report 都很重要 所以一定一定要記下來 你們瞧瞧很多很多次了 好不好 我記下來的話 這個課很難過 暗示已經很清楚了 好不好 可以嗎 可以喔 好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來看 所以我們取其中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上面這麼多精細 每個講的太累了 先取最簡單的 就是什麼呢 先取這一個 把它取出來看 把這個立方精細取出來看 來 這樣的一個sale裡頭 這個cubic裡頭 我現在就講英文喔 cubic 前列叫什麼 立方精細是不是 cubic 它有三種精細 這三種精細 只有simple cubic sc 就縮寫簡單立方 這一個是primitive sale 另外兩個都不是primitive sale 還是 剛剛我們講primitive sale 是一個inicel 一個金格點 相對於它 就只能放 一個原子 或者是一個化學式單位的 這個元素進去嘛 對不對 那另外兩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齁 另外兩個呢 它就不是什麼 不是primitive sale 我們現在再想算一下 你看 這個結構叫bcc 中心有一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它一直給i-sale 中間有完全一顆原子 對不對 四個角 每個角 只貢獻多少 八分之一嘛 所以bcc裡頭有幾個原子 兩個嘛 那mcc呢 八個角 各貢獻八分之一顆嘛 對不對 面上貢獻幾顆 面 每一個單一面是半顆 對不對 所以你有上下左右 前到三個 三組 面嘛 對不對 所以用過面三顆嘛 三顆 它本來 八個角的這個原子 總共有幾顆 四顆嘛 對不對 ok 好 所以呢 這些呢 這個呢 就是一個簡單的一個 一個範例 告訴你說 我們的金格呢 有哪些類型 好吧 好嗎 好嗎